宁夏赫兰山东路是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之一 当地种植的酿酒葡萄有上百种 目前种植数量最多的赤霞猪葡萄已经大面积的成熟 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 一起来看一下 在宁夏迎川市永宁县一个四万多亩酿酒葡萄种植园里 村民们正在采收已经成熟的葡萄 为了保证稳定的原料来源和优质的葡萄酒品质 宁夏当地要求酒庄必须有自己的酿酒葡萄种植园 按照标准化建设 每亩地种植的葡萄在300株左右 年产酿酒葡萄350公斤至400公斤 我们的酿酒葡萄种植园是种植了3000亩 种植了16个品种的酿酒葡萄 可采收葡萄原料是500冬 采摘下来的葡萄会第一时间送到加工车间 记者在宁夏一家酒庄的加工车间看到 成堆的葡萄先被人工筛选 再进入机器除梗脱离 此时的酿酒葡萄就可以迸送入罐发酵了 经过大约30天左右的两次发酵过程 就生产出了葡萄原酒 有些果香型的原酒在进行短暂的灌储之后 就可以上市销售了 一亩地大概产出来的这个葡萄酒呢 就是一个225升或者300升的一个项目桶 那么我们换算成葡萄酒的这个瓶数 那么就是300到400瓶一亩地能够产的葡萄酒的量 据了解 宁夏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产区 今年种植面积58.3万亩 预计年产葡萄酒1.3亿瓶以上 葡萄酒产业综合产值超340亿元 我们下期见